到賣場來選自己喜歡吃的零食囉 我們看到這一區全部都是銅板價格 拿起一包來看 原來它的爽味期限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要趕快把它吃完 看到各類餅乾打出優惠價 忍不住放進籃子裡 這幾年興起集齊品生機 最多民眾鎖定這一類食品 有一些進口的 然後就不用去蝦皮買 餅乾類的 或者是什麼海苔 價格跟種類 要當天吃的話就可以買 你如果沒有要當天吃就不要買 集齊絕非過期 但在賞味期限不長的前提下 定價策略非常重要 同樣商品比較超商 與集齊良品 礦泉水價差十塊 一包巧克力差八元 餅乾便宜十一塊錢 賣場下價的 效率正要兩三個月 廠商就要去回收回來 以台灣集齊品店家來說 賣最多的就是餅乾糖果類 尤其日韓品項 如何定位成集齊品 業者解密 通常通路有效期 至少會留半年以上 而集齊品則是距離效期 小於半年 甚至到最後一天 庫存量多的話 或是它效期性的話 勢必它會有一些 這個扣的部分 會針對這種商品 特別去做進貨 你的進價一定要壓低 有效期限長短 也會影響價格 剩半年食品 約莫建議售價的六折 三個月五折 三十天一到兩折 一星期內的商品 虧少極賺 其實除了密封包裝 有集齊通路 沐浴乳洗髮精 生活用品 或生鮮蔬果 也都有洗浮品 很容易受到光線的敏感 你攝取的衛生素 畢業也會跟著減少 以專家角度而言 生鮮蔬果 雖然外觀沒異狀 但營養會隨時間流逝 掏荷包時多看多聞 得到同伴小確信 健康也要兼顧 三立新聞 王子瑜 許書偉 李建英 台中彰化 謝謝 鬆感